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收盘总结 那么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市场 这个保持了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从标普来讲的话呢 早盘向上这个推到了4530附近之后 遇阻随后的话呢,向下做调整 然后来到了4510点 全天的话呢,保持一个收敛型形态 尾盘的话呢,向下做了一个小的破位动作 那今天的话呢,总体上这个市场的运行格局 跟我们前两天的这个判断的差不多 这个运行的上涨五浪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一个背离动作 然后进入到调整期 那么这个调整的话呢 理论上讲应该是跟这一波的调整是等级别的 也就是说呢,要不然就是横这么长时间 要不然就是洗这么长时间 所以后续的话呢 我们要看明天非农数据市场到底做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呢,是现在今天之所以走的非常粘着的一个基础 今天日内的话呢 数据啊,这个主要就是一个失业金 深井啊,这个基本上持平吧 没什么动作啊 然后呢,这个失业率的话呢 在一个低位的水平 工资呢,持续增长 劳动力的话呢,也没有松动啊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对于通胀呢,不是特别有利啊 这是一点啊 另外一点的话呢 就是这个PCE 个人消费开支 那么这个呢,也是符合预期 但是呢,显示呢 通胀啊 这个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烧不退的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呢,从目前来看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我们看到有没有成效 有那么一点点成效 对吧 这个通胀放缓了 等等等等 但是呢,通胀没下降 对吧,没下降 然后呢,你这边的话 美联储不断的在加息想控制 但是那边的话 这个财政赤字不断的在增加 那这当中的话呢 他就对冲掉了 对冲掉了 那今天的话呢 这个拜登还说 我们要怎么怎么着啊 你避免10月1号政府停摆 这政府停摆怎么办 那给钱呗 给钱怎么着 那就财政出呗 对吧 所以说呢 你这当中的话呢 这两者的步调不是很一致 不是很一致 所以呢 从我印象这两天 从在哪看见这么个数据啊 就说呢 这个七十 这是多少 两个月吧 增加了七千 七千亿啊 是多少 所以呢 这当中的话 我们对于通胀 个人感觉啊 虽然美联储呢 再向上加息的 嗯空间 节奏啊 这个不会太强了 但是呢 至少要保持一个高利率时代 维持一段时间啊 也就是说呢 他一定要看到什么 他一定要看到通胀 在这样走 然后他的利率 在这个位置上 可能才会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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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才开始这样走 对吧 那现在通胀还没这样的话 他的利率政策的话 肯定不能不能这么早就 对吧 努力了半天 所以呢 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呢 目前的市场啊 在这个位置上 今天出现粘着震荡 很正常啊 等待明天的非能数据啊 那非能数据的话就更 直观一点吧 更直观一点 呃 那后续的话呢 就看这个调整的幅度啊 这个调整的幅度 如果调整的很浅啊 然后呢 还保持一个强势姿态 那后面的话呢 有机会做推进型的大 推进型的大五浪啊 推进型的大五浪啊 如果这个位置走得特别深 对吧 这一下就打到4450点了啊 甚至于更低一点 那你这个位置的话呢 恐怕你再做五浪的话 也只能是做一个失败五浪的 可能性就会增加啊 所以呢 这个这个走势的话呢 呃 完全取决于明天市场的这个反应 那基于这种判断 那我们昨天前天做节目的时候 也跟大家说了 我说你注意啊 那十大恶人啊 他们这个短期啊 都碰到了一定的压力啊 有的是中期压力 有的是短期压力 市场在这位上可能要开始犹豫了 对吧 那这两天的走势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啊 很说明问题了 所以后续的话呢 能不能走强 也可以参照十大恶人的走势啊 也可以参照啊 但是从目前我个人感觉 的话呢 嗯 至少至少想走出一个更好的趋向性的话 至少呢 要走一个 跟这个级别相等的整理浪啊 走离走完之后啊 再做下一步的动作啊 再做下一步的动作啊 所以呢 这是到现在为止啊 这个呃 市场的一个五分钟级别 短期的判断啊 如果真的能够像我们所说的啊 走这种五浪推进五浪推进浪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四小时级别 我们就会看到实际上这个位置是什么 实际上这个位置是一二三四 第四浪里面的这个 这个B浪啊 A B啊 B浪的动作啊 也就是说呢 它再往上 恐怕呢 在4600点附近啊 咱们昨天给过啊 4540到4580 两个压力啊 两个压力 那么呃 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呢 就应该有相应的啊 一个阻力了啊 有应该相应的阻力了 所以呢 后续的话呢 还能不能走出更大级别的五浪格局 那么至少要把四浪结构的内部 要去做一个完成度啊 完成度 所以呢 这是到目前为止呢 对于市场的一个总体判断啊 嗯 这是大盘啊 这大盘 比特币两万六啊 四小时级别 不想多说了啊 前两天的话呢 什么啊 这个ETF批准啊 然后铺平道路 顶两万八 今天的话呢 这个好像证监会就说啊 行 你们得申请再往后搁一个啊 结果啪一下就又回两万六了啊 所以呢 从这个图形上看 交易中心 没有向上的任何迹象 所以呢 还是保持原有的看法啊 这个四小时级别继续看下跌啊 继续看下跌 黄金的话呢 今天是这个整理啊 这个四小时级别的话呢 比较稳啊 所以呢 还是看1990到2000 这个位置的压力啊 四小时级别看涨 原油的话呢 今天是涨了两块钱啊 那总体上来讲的话呢 原油目前的运行格局 那么具备从68美元到这个84美元 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四小时级别的一段上涨 随后的话呢 应该是进入到一个整理浪的过程当中 现在呢 这个整理的话呢 走横盘的概率就非常明显了啊 所以呢 我们要等待横盘过后的方向性选择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看涨啊 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呃 我觉得如果你要做看涨的话 呃 也要控制资金啊 因为不确定性的话呢 咱们前两期节目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呃 天然气今天的话到现在为止呢 调整了三分钱啊 今天的话呢 也是试探了两块八毛钱 个人感觉的话呢 我依然看调整啊 依然看调整 那有的会员朋友或者说观众朋友说他不调整怎么办 对吧 不调整看错怎么办 看错了我就错过啊 因为什么 因为天然气这种产品在隔夜市场啊 经常会出现这种跳涨跳跌的动作啊 然后把你扣在里边没商量啊呃 所以说呢 他一定要到一个非常稳妥的位置啊 这个成功率的达达到95%以上的这个位置 我们才能够啊 说哎 这个位置是底部啊 我们可以考虑了等等等等等等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关于这个天然气目前的这种位置啊 嗯 那操纵来讲的话呢 大家也都知道啊 我是这个持仓阿萨伦啊 所以说呢 这种天然气的股票类的啊 都没太所谓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耗性啊 所以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到目前为止的总体的一个盘面的判断啊 那其他产品的话呢 像苹果今天基本上就是啊 到了这个缺口位置了 对吧 咱们昨天前天说过 我们可以呢 关注苹果的30分钟级别的上涨过程 目前来看 在这个位置上的话 大接近于190吧 啊 在这位上呢 应该是有这么一点点预阻的动作 那后续的话呢 就看整理 整理过后 看看还能不能上啊 这是苹果 AI板块的话 大盘不好 马上呢 就开始呃 做了一个不好的姿态吧 啊 那后续也完全一样 看大盘的走势和反应 如果大盘深度回调 达到4450年啊 那这个这些个股的话 可能就没戏了啊 如果走的比较强 4470点上方就能站稳 那么后续的话呢 可能还有机会啊 SWN不用多说了啊 今天的话呢 又创了近期的新高啊 然后呢 呃 走势非常的 我们不能说它强势 对吧 强势的话 那些对吧 那些大蓝筹啊 日内翻百百分之百 越南汽车就对吧 就没有名词给他们这个定性了啊 所以说呢 我只能说SWN的话呢 是一个周期的股票 然后呢 呃 走势比较宁啊 比较轴啊 就这么一种走势啊 所以呢 呃 依然看涨啊 依然看涨 呃 其他产品的话呢 今天因为大盘的载幅震荡 基本上就保持着一个比较 呃 涨跌护线 涨的也不多 跌的也不多 的一个状态吧 啊 这是到目前为止的总体的这个盘面啊 总体的盘面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呃 昨天的这个呃 问题啊 呃 昨天啊 五三八九啊 谢谢谢谢啊 大家没什么问题啊 呃 还是那句话 有问题的话呢 打字啊 然后呢 这个 呃 相对我的这种 呃 思考呢 可能会比较保守一点 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呢 呃 像持股啊 什么的 这些方向 呃 都比较 尽量尽量的啊 选择一个安全系数比较高的一些 呃 产品和位置啊 所以呢 呃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最近一段时间肯定是不会特别激进啊 这是肯定的啊 那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总体盘面 也非常的感谢大家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